第1073集 梁继仪 梁武帝 天见元年 仁武 公元502年 春季正月 南齐河帝萧宝荣 派遣监视中习产温等人 到健康未劳 大司马萧衍下令 凡是东昏侯时不必要的凯治 除了用以操袭礼乐法度 修缠军事装备之外 其余一概进缺 初九 萧衍迎宣德太后进宫 让他临朝摄政 行使皇帝的权利 萧衍停止执政 初十 宣德太后任命宁朔将军萧炳 兼南衍州驻军室 萧炳是萧衍的堂弟 十二日 宣德太后提升萧衍为都督中外驻军室 特许他可以配件穿鞋上殿 以及朝剑战鹤 可以不报姓名 十九日 宣德太后任命大司马王亮 上为中书舰上书令 当初 大司马萧衍与皇门侍郎范云 南清河太守沈渝 司徒长史仁芳 一同在靖陵王的西关底 彼此情义甚笃 关系非常密切 到目前 萧衍就推荐范云为大司马 资议参军领入室 沈约为票棋司马 人防为济士参军 御室都让他们参与策谋计划 前卫星太守谢斐 国子祭酒何印 先前都弃官回家 萧衍上奏宣德太后 正召他们为君子祭酒 但是谢斐和何印都没有来救人 大司马萧衍心中 有受善登基的念头 沈约稍微加以挑明 但是萧衍没有吭声 有一天 沈约又向萧衍敬言 如今和古代不同了 都可以期望人人都能保持着 唇骨之风 士大夫们无不攀龙负凤 都希望能有尺寸之功劳 现在连小孩牧童都知道 其的国运已经终结了 民工您应当取而代之 而且天象御照也非常显著 天意不可违抗 人心不可失去 假如天道安排如此 您虽然想要谦逊礼让 而实际上也是办不到的 大司马萧衍 这才吐露了一句 我正在考虑这件事 沈约又说道 民工您刚开始在反免兴兵举世 在那时是应该考虑的 可是如今王爷已经成功 还考虑什么呢 如果不早点完成大业 若有一人提出异议 就会有损于您的威德 况且人非今时 事情难测 万一您有个什么三长两短 难道就仅仅把建安郡公 这么一个风诀 留给子孙后代吗 如果天子回到京城 宫卿们各得其位 那么君臣之间的名分 已经定了 他们就不会再产生 什么异心了 于是君明于上 臣中于下 哪里还会有人再和您一起做反贼呢 大司马对沈约所说的这些话深表同意 沈约出去之后 大司马又叫范云进来 告诉了他自己的心思 征求他的看法 范云的回答和沈约所说的差不多 至此 大司马才对范云讲道 智者所见 不谋而合 你明天早晨 带着沈修文再来这里 范云出来之后 把萧衍的话告诉了沈约 沈约说 你一定要等我呀 范云答应了 但是第二天早晨 沈约提前去了 大司马命令他起草 关于寿命登基的诏书 于是沈约从怀中取出了 已经写好的诏书 以及人事安排名单 大司马看过之后 一点也没有改动 不一会儿 范云从外面来了 到了殿门口 由于要等待沈约 不能一个人先进去 而等来等去 不见沈约前来 只好在寿光店外徘徊 最终不时发出 咄咄表示奇怪的声音 沈约出来了 范云这才明白 原来沈约赶在自己 之前已经进去了 就问他 对我怎么安排他 沈约举起手来 向左一指 意思是 安排范云为上书左仆叶 范云就笑了 说 这才和我所希望的差不多 过了一会儿 大司马传范云进去 他当着范云的面 赞叹了一番沈约 如何才智纵横 并且说道 我起兵已经三年 各位功臣将领 确实出了不少戾气 但是成就地业者 只是你们二人哪 24日 宣德太后招令大司马萧衍 魏晋相国 董百魁 杨周牧 并封他石郡为梁公 加九夕之礼 在梁公国设置各种官员 面具陆尚书的称号 但票去大将军的称号 仍然不变 2月初二 梁公萧衍 方才接受照命 南齐湘东王萧宝智 是安禄赵王消灭的儿子 颇爱好文学 东昏侯死后 萧宝智希望人心 都向着自己坐等即位 但是到王真国 把东昏侯的首席 送给梁公 梁公任命萧宝智为太长 萧宝智就心中不安了 初三 梁公声称萧宝智谋反 把萧宝智 以及其弟弟江陵公萧宝兰 入南宫萧宝红 一起杀掉了 初七 宣得太后诏令 梁国选任各种要职官员 全部依照朝廷之制 于是任命沈约为 吏部尚书兼幼蒲业 范云为市中 梁公萧衍 纳取了东昏侯的于妃 对郑氏 颇有伤害 范云加以劝说 但是梁公没有听从 范云又和市中领军将军王茂 一同入见萧衍 范云对萧衍说 过去佩宫刘邦进官不亲近女色 这正是范增尽为其志向远大之处 如今 民工您刚平定健康 海内之众对您的名声非常敬仰 您如何可以沿袭那种乱身亡国的行迹 沉溺于女色呢 王茂也下摆说道 范云说得极对 你一定要以天下为念 不应该把这个女人留在身边 梁公听了 漠然无语 于是 范云就请求萧衍把于氏赏赐给王茂 梁公认为他们的意见正确 就同意把于氏赏赐给了他 次日 萧衍分别给范云王茂赏赐了一百万钱 27日 宣得太后召令给梁公 曾封石郡 晋爵位为王 三月鬼赐 萧衍接受了诏命 并且下令赦免健康城内 以及各州府死刑以下犯人 13日 南齐少林王萧宝忧 晋西王萧宝松 贵阳王萧宝珍被杀 阳王萧衍将要杀害南齐诸王 但是监视看管措施还不是严密 陀阳王萧宝银家中的阉人 阎文志和左右心腹马公等人密谋 在夜间挖开墙壁 把萧宝银送出去 又在长江岸边准备了一只小船 萧宝银穿着黑布短衣 腰里系着一千多钱 偷偷地跑到江边 他空着草鞋徒步而行 一致两只脚全都磨破了 天亮之后 看管的人发现萧宝银不见了就去追赶 萧宝银装作钓鱼人 与追赶人一起在江州并行十多里 追赶者都没有对他产生怀疑 等到追赶人离开之后 萧宝银就在西边靠岸 投奔到了百姓华文荣家中 华文荣同其同族之人华天龙 华惠莲丢弃家业 带着萧宝银逃到山沟里 他们租了一匹毛驴让萧宝银骑着 咒服而夜行 来到了兽阳的东城 驻守在这里的北魏术主杜元伦 急忙把情况报告了扬州刺史 仁城王元成 元成用车马侍卫迎接萧宝银 当时萧宝银年龄十六岁 由于徒步而行 所以形容憔悴 见到的人还以为 他是被略卖来的人口 元成以招待客人的礼节 对待萧宝银 萧宝银向元成要 为皇帝守丧而穿的 生麻布置的丧服 元成派人对萧宝银 小试了一番情理 最后只给了他 为兄长守丧而穿的 熟麻布置的丧服 元成率领手下的官吏们 亲赴萧宝银住处去调丧 萧宝银的一举一动 表现得与居君父之丧完全一样 受阳有许多受过南旗救恩的故旧 都来萧宝银处调印 唯独不见夏侯已姓的人来 这是由于夏侯祥跟从了 梁王萧宴的缘故 元成非常器重萧宝银 闻其合地萧宝银将东归建康 他任命萧瞻为 都督京香等六州驻军士 及荆州刺事 荆州经过战争之后 公司两方在财用方面都非常控罚 萧瞻历经图治 广开屯田 省免劳役 慰问有家人当兵阵亡了的人家 公应阶级他们 他自以为年纪轻而拘于重任 所以特别用心 对手下的官吏们说 正是如果没有办好 大家应该共同努力 我现在开诚布公于你们 希望你们也不要有所隐瞒 于是 人人都感到心情舒畅 办事效率大增 民众如有诉讼者站在一旁等待处理 很快就可以做出决定 官署中没有积压的事情 因此荆州人非常高兴 南齐河地到达孤暑 于28日下诏令 善让皇位与梁 29日 卢陵王萧宝元起事 鲁阳的蛮人 卢北燕等人 起兵攻打北魏映州 夏季四月二十七日 宣德太后发令 西边的诏令已经到了 皇帝效法前代 把皇位恭敬地 善让给梁 明天早晨 我要来到殿前 派使者向梁宫 恭受应洗 之后 我将回到别宫去居住 28日 宣德太后发出册书 派遣兼太宝 尚书亮 王亮等人 奉送皇帝 应洗到梁宫 并吟梁王萧衍与南郊 即位登基 大赦天下 改年号为天剑 在这天 萧衍追赐其兄 萧义为丞相 封为长沙王 誓号为宣武 并且依照近代 安葬安平先王的先例 重新安葬了萧义 丁卯 萧衍招令 奉南其河地为八陵王 并为他在孤蜀 建了王宫 对他的待遇和尊敬 都仿照南其开国之初 对待乳阴王的方法 奉宣德太后为齐文帝妃 王皇后为八陵王妃 又对于南其的王侯们 全部降低一级爵位 出去他们的封国 唯有送乳阴王 不在此例之内 梁武帝萧衍 追尊自己的父亲为文皇帝 妙号太祖 追尊母亲为宪皇后 又追侍妃子 吃氏为德皇后 萧衍还封文武功臣 车骑将军夏侯祥等 十五人为公侯 萧衍又立弟弟 中护君萧红为临川王 南徐州次使萧秀为安城王 雍州次使萧伟为建安王 左卫将军萧辉为婆阳王 荆州次使萧瞻为史兴王 任命萧红为扬州次使 丁卯 武帝任命中书建王亮为尚书令 相国左长使王莹为中书建 吏部尚书沈约为尚书蒲叶 长监市中范云为散其长室 吏部尚书 武帝诏令 凡是后宫、岳府、西谢 道士中的妇女 全部放还回家 午安 词 全部放刺